这是未来的蒸汽朋克时代 有西方国家建立在巨轮之上的牵引城市 有一山傍水神秘强大的东方山国 也有依附于山国的反牵引联盟所占据的天空之城 以及战争遗留下来的畸形产物 利用活人制造的机械丧尸 而这一切的演变都是来自于21世纪末 人类爆发的一场量子武器战争 短短60分钟的时间 就将传承几千年的现代文明打到了灭绝的边缘 幸存的人类经过无数年的休养生息后 21世纪末的悲剧已经逐渐被遗忘 只有伦敦城的博物馆里 留存着大部分的古代文物 比如眼前这个被他们视作珍宝 来自旧时代的美国神灵 小黄神 伦敦城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牵引城市 而它今天的狩猎目标是这几座集市小镇 小镇的广播事实的响起 他们也发现了远处即将使来的巨兽 居民四萨而逃 小镇也灵活地各自收缩纷纷逃离 唯独这个可怜的采矿小镇引擎出现故障 像极了科莫尔西火灯 望着伦敦城继续逼近 他不得不清空所有的储备资源 伦敦城的居民 望着即将到手的能源和奴隶欢呼雀跃 伦敦城指挥官估算着距离 果断地下令射出毛沟 精准地控制住了小镇 随着市长的一声令响 城市将开了锯盆大口 采矿小镇还是逃不了被吞噬的命运 等待它的是被无情的碾压成碎片 然后被当作燃料来为保控制着整个城市的引擎 所以欢迎来到掠石城市时代 眼前这个上班再一次迟到的小帅 就是伦敦城里特别的那一类人 他痛恨战争也痛恨侵略 在博物馆工作的他 热爱收集研究旧时代的各种科技物品 馆长严厉地扣除了他这个月的绩效奖金后 指派给他一个任务 招待眼前这个身份尊贵的女孩 女孩在研究旧时代的60分钟战争的历史 小帅热情地带女孩参观了他的工作室 了解到女孩也同样痛治战争 小帅还把自己偷偷私藏了 旧时代的各种武器能源展示给女孩看 他告诉女孩等到伦敦城经过沼泽地时 他会把这些科技都偷偷地销火 接着小帅又带着女孩来到他的工作现场 在这里他也看到了伦敦城的指挥官 小帅这才得知女孩是指挥官的女儿 正当指挥官热情激昂的演讲 给眼前这群新接收的奴隶洗脑的时候 一个蒙面的女孩手持尖刀靠近了他 直接狠狠刺中了指挥官的父母 当他准备继续捕刀的时候 小帅从人群里扑了过来卸下了女孩的武器 看着士兵赶了过来 刺杀失败的女孩只好转头就逃 小帅边呼救边追了过去 他们跑进了正在被碾压粉碎的小镇里 女孩灵活地躲避着池 小帅也紧追不舍 可是当女孩看到电梯里的指挥官 慌不择路地他跑进了一条死路 毫不犹豫地准备直接跳下去 小帅及时赶到一把拉住了女孩 可是女孩告诉小帅 说完女孩挣脱了小帅的手掉了下去 当指挥官赶来的时候 从小帅口中得知了他们的对话 静一脚踹断栏杆 把小帅也推了下去 等到他的女儿带着士兵赶到 指挥官用借口打发了女儿 这时指挥官的女儿 注意到平台对面小帅的好友 他好像看到了所有经过 慌忙地逃离了 随后女儿带着父亲回家处理好伤势后 找到了小帅的好友 好友告诉了他真相 女孩不敢相信这一切 好友接着告诉女孩 他的指挥官父亲一直在掩盖一些事情 他在教堂里偷偷地建造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好友多次想要进去查探 但是守卫森严 这时女孩告诉好友他可以想办法进去 画面一转 幸运的小帅和神秘女孩都没有死 女孩趁着小帅昏迷 拿走了他身上的钱和匕首 小帅醒来后望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无所适从 从没有出过城市的他只好紧跟着女孩 女孩不想理会 但是经不住小帅的逼逼刀 也只能让他一直跟着 悲催的是到了晚上 生存技能为零的小帅 天真的召唤来了远处游荡的南方军 这是专门在晚上捕猎的狮荒者 还好在关键时候 他们掉落进了一个坑洞里 被一对狮荒夫妇所救 这对夫妇格外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而且答应送小帅他们到最近的贸易城市 还贴心地给他们安排好了房间 除了房间很像牢房之外 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小帅 也为他的鲁莽跟女孩道歉 女孩也终于告诉了小帅他的故事 女孩名叫肖 他的母亲是一名考古学家 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舍了 那时的指挥官似乎是他母亲的恋人 时不时就会来看望他们 生活一直很美好 直到有一天他母亲挖掘到了一间 指挥官一直在寻找的神秘的箱子 为了拿到这个箱子 指挥官残忍地直接杀害了他母亲 肖的脸也是那时候被指挥官损伤了 还好最后时刻母亲用最后的力气保护了他 才让他最终逃了出来 当时只有八岁的肖昏倒在沼泽地 被这个叫做伯劳的机械丧尸所收养 伯劳是特别的 作为丧尸的他没有心 但却有着一颗善良的灵魂 毕竟曾经作为人类的伯劳 也是一个父亲 他用丧尸特有的温柔将肖逐渐抚养长大 可是肖一直陷入在母亲被杀的伤痛中无法自拔 伯劳想用自己的方式让肖挣脱 于是他准备将肖也改造成和他一样的存在 肖答应了 直到六个月前 肖得知了伦敦城即将到来的消息 他无法控制自己复仇的内心 背弃了对伯劳的承诺 跑了出来踏上了他的复仇之路 可是此时的肖并不了解 伯劳因为他的背叛 已经彻底的失控了 满世界追杀肖的伯劳 最终被伦敦城的士兵抓住 关进了眼前这个死狱里 而这个消息被指挥官得知 指挥官了解到伯劳一直在追捕肖后 直接炸毁了死狱 于是失控的伯劳再次踏上了他的追杀之路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后 醒来的他们察觉到车子偏离了方向 意识到不对劲 紧接着又发现房门被锁死 直到被士荒夫妇带人压解出来后 才发现他们被卖到了奴隶市场 眼看着消极将被眼前这个人 肉香肠肠的老板买走 一个戴着墨镜的红衣女人及时的出现 她叫小芳 是反牵引联盟的老大 也是伦敦城悬赏的头号通缉犯 人犯头子似乎也认出了小芳 利欲熏心之下想要抓住他换取赎金 不过下一秒他就叽叽了 小芳不愧于他霸气的名字 以一人之力解决掉了人犯头子所有的手下 趁机逃脱的小帅他们却被伯劳追上了 又是小芳及时出现 驾驶着飞艇一枪逼退了伯劳 肖也趁机在小帅的帮助下爬上了飞艇 小帅这边刚接住绳子准备往上爬 伯劳也抓住了绳子的底部 飞艇在伯劳强大的力量拉扯下即将失控 小芳扔给肖一把刀 让他放弃小帅直接割断绳子 但是肖直接把刀扔给了小帅 最后时刻小帅割断了绳子 他们才成功地脱险 在飞艇上小芳给肖治疗了腿上的伤势后 肖才从他口中得知 原来小芳是母亲的生前好友 并且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 另一边指挥官女儿和小帅好友也来到博物馆 准备秘密潜入教堂探究真相 他们也从管主这里了解到 小帅私藏的武器被卫兵强行地带走了 管主也意识到指挥官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他的引导下 两人成功地穿过博物馆的暗道来到了教堂 看到了指挥官一直在秘密打造的 竟然是蔑视的量子武器美杜莎 同时也看到了指挥官暴露的野心 他早就买通了所有的士兵和官员 直接枪杀了市长 不敢相信这一切的指挥官女儿还想要去质问父亲 还好及时地被小帅好友拉走 小芳这边 带着小帅他们回到了反牵引联盟 传说中的天空之城空港 在这里小芳告诉肖 他的母亲临死前考古发掘到了一件危险的东西 通过小芳的描述结合最近伦敦城的异常 小帅终于了解到 原来指挥官从肖母亲手里抢到的 是量子武器美杜莎的核心主机 他的野心竟然是打算重启量子武器 来攻破东方山国从没有被攻破过的防御墙 正当他们准备去通知山国的州长的时候 空港突然发生骚乱 尾随而来的搏牢破门而入 人类的武器在强大的机械丧尸面前 孱弱的可笑 小帅带着肖准备前往飞艇处 可是追赶过来的伯牢直接控制住了小帅 看着位在旦夕的小帅 肖哭着恳求伯牢放过他 为了小帅 肖愿意跟着他回去旅行沉默 可是他不明白的是 伯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远离悲伤和痛 看着女儿宁愿放弃生命 也要守护一个人的时候 伯牢知道肖终于重新有了依靠 所以他眼里的光消失了 伯牢终于放下了内心的执念 强撑着的身体也撑不下去了 随后 庞大的天空之城随着伯牢一起消亡了 幸存下来的联盟成员 带着小帅和肖迅速地赶往山国 小帅也终于看到了传说中坚不可摧 且埋藏了无数牵引掠石城市的山国城墙 伯牢城的指挥官也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动员工作 一场新的蔑视之战即将打响 小帅他们成功进入到了山国内部 小芳找到山国州长汇报了情况 为了长久的安宁 他不得不命令联盟舰队先发制人 红色警报拉响 所有飞艇倾巢而出 伦敦城的量子武器也进入最后的充能阶段 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响 所有舰队和城墙眨眼之间被摧毁 城内也瞬间乱作一团 还好最后时刻消忠于物了 他从母亲留给他的项链里 找到了解除美杜杀程序的钥匙 小芳也看到了唯一的希望 他准备组织剩下为数不多的飞艇 带着小帅和肖前入伦敦城 很快美杜杀的第二波攻击到来 他们的飞艇也被强烈的冲击波阵碎了玻璃 以生向死 在队员的自杀式掩护下 小芳带着他们成功地潜入了进来 他冷静地指挥肖在前门等待信号 安排小帅驾驶着飞艇在上空掩护 而他 来到教堂上方的小芳瞄准了指挥官 可惜的是被侍卫发现用生命挡住了子弹 子弹的扫射下小芳也无信重担 指挥官安排好最后一次攻击后 来到了楼顶开始和小芳的肉搏站 肖趁机也潜入进了教堂 为了帮肖争取时间 小芳选择用生命拖住了指挥官 最后10颗量子武器成功被关闭 然而被欲望冲昏头脑的指挥官依旧不死心 不顾女儿的劝说 他执意用整个伦敦城作为武器 直接撞毁山国的城墙 彻底绝望的女儿决定留下 正当他看着所有驾驶人员被残忍杀害 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直在周围盘旋的小帅联系到了驾驶舱 小帅指挥女孩打开了伦敦城引擎的大门 他驾驶着飞艇冒险地冲了出去 惊险地炸毁了引擎 肖也追上了准备坐飞艇离开的指挥官 眼看着已经拿枪对准了指挥官 谁料指挥官这时告诉肖自己是他的亲生父亲 这句话打乱了肖的思绪 指挥官成功地夺下了枪 还好利用引擎被炸毁之下的惯性 肖奋起抵抗 他们扭打在了一起 最后小帅驾驶着飞艇感到成功地接上了肖 一发炮弹直接炸毁了指挥官的飞艇 而指挥官并没有死在飞艇的坠落之下 而是戏剧性地被伦敦城在最后几米的距离直接压死 解决完一切的他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 电影的最后 指挥官女儿带着幸存的伦敦城居民来到了山国 而山国州长选择接纳了他们 战争的最后带来的只有毁灭 福威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也